好 那我今天跟大家谈的这个问题其实跟第三方支付有一点关联 但是它未必全然是第三方支付 可能会因为第三方支付这个业务出现之后 我们可以重新省思的一个问题就是 在网络交易上面这种保物便账物的问题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整个网络科技发达之后 我觉得带给我们一般的交易形态来讲 可能有底下这三个影响 第一个影响就是说 它改变了我们过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样传统交易习惯 如果你跟妈妈讲说 你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你先去买一个TB 妈妈一定会觉得说你在讲什么 这传统上妈妈去菜市场买菜 就要看到那个雨腥不新鲜 那个菜好不好 所以那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代里面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瑕疵担保的问题 我可以马上看到 我买的东西有没有问题 能不能主张所谓的瑕疵担保 可是在网络交易 瑕疵担保责任它会被弱化了 因为我们看不到那个东西 这是我认为它第一个大的影响 第二个影响是什么呢 网络交易会打破一个 过去我们所知道的熟人社会 跟陌生人社会这个繁理 以前我们买东西的时候 一定会问说 你有食材你买什么的吗 我们就会找那个朋友说 他认识一个卖什么的 或是他认识哪一个商家 我们再去跟他买的时候 我认为那个是熟人的社会 所以我跟他之间的信任关系 我跟他的交易会比较容易 可是到网络交易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跟他交易的对象 几乎都是陌生人 那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瑕疵担保责任的弱化 第二个交易信任的降低 怎么办呢 我们就出现了一个叫做 第三方支付这样子的一个 业务跟机构 那有了它之后 让买卖双方 可以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里面 进行交易的时候 不会担心因为瑕疵 所产生的这些交易的风险 我想整个第三方支付 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应该从这个点进来思考的 可是法律怎么样去规范 去因应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我们就来看 刚刚几位老师都有提到 这个在台湾最近 之所以第三方支付 会引起很大的讨论 就是因为这个案例的关系 就是数字科技 那数字科技 其实它进行的 这个业务实在太多 比如说我们电视上 常常看到的广告 就是那个什么591 对不对 然后现在还有卖中股车的 那8591的话 谐音就是变成叫做保物交易 所以它8591做的就是保物交易 它因为涉嫌违反 电子票证管理条例被起诉了 那大家就讲说 这个就是科技跟法律的冲突 那当然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立法院就赶快加速 要去审理电子支付机构 管理条例的这个草案 那当然这个草案 主要去管理的就是说 网路金流如何 那网路金流如果松绑之后 会带来什么样交易的 这个冲击 刚刚几位老师都有提过 这里我就不再多说 那我个人认为 比较有趣的一个问题是 将来线上交易平台业者 会不会在新法通过之后 他可以 而解释卖在出口的上 在冲突